在主导和平的年代虽然不能轻易动武,但是每个国家也没有懈怠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毕竟谁都不好说自己的敌人会不会在背后偷袭自己,在现代化战争中军事武器的存在才是最重要的,导弹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威胁,虽然美国的军事力量非常的强大但是美国也是有很多需要忌惮的武器, 恰好中国就有一款武器让美国感到害怕同时也很眼红,它就是高超音速飞行器,这款武器是很多国家都想要拥有的,包括世界霸主美国,目前中国已经开始着手研制了6倍超音速导弹,据了解这款导弹的试验地点就是在我国目前最先进的一个风洞内,目前6倍超音速导弹有一个比较知名的问题就是氧气的攻击,因为速度越快, 氧气的浓度就越低,那么导弹的燃烧式的要求就越高,如何保持持续的推动是一个大的问题,在高超音速飞行器面前美国引以为傲的航母也没有办法,就和纸糊的一样,根本没有什么回击的力量,目前中国研制出来的U-14和DFZF高超音速飞行器都属于华翔式高超音速弹头,简单来说就是在攻击开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 武器本身是没有动力驱动的,U-14和DFZF这两种飞行器本身在攻击之前是没有任何的动力驱动的,这在导致自身难以被发现的同时是自身速度达到了一种几乎无法拦截的程度。 超音速导弹不仅仅只有中国有,其实美国和俄罗斯已经拥有超音速导弹了,但是他们的导弹是很容易被拦截下来的,但是中国的6倍音速的导弹以目前的技术是很难被打下来的。 目前我国的东风反舰导弹最高速度可以达到5倍音速,但是灵魄性也大幅度下降了。 为了扩展高超音速导弹的使用范围,东风ZF不但将装载在东风-16、东风-21D和东风-26等战役战术导弹上,还可以安装在东风-31或东风-41等战略导弹上。 战略导弹上集成高超音速飞行器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洲际巡航导弹的新概念,将使敌方的反导系统更加难以拦截。 俄罗斯作为世界第二军事大国,一直以来遭受美国的打击。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军事大国,不管是经济水平还是军事实力都是世界各国暂时不能达到的。 尽管如此,美国还是感觉世界上的另一些军事大国有可能对其造成威胁。 俄罗斯就是其中一个,还是美国感觉威胁最大的一个。 因此,美国对俄罗斯打击没有间断过,不仅在经济上对其进行还在军事对其进行威慑。 美国与俄罗斯的矛盾已经有很多年了,在叙利亚战争中可以说是体现了的淋漓尽致。 美国作为叛军的最大支持者,与俄续联军进行了多次的交火。 美国是世界上的第一强国,有很多盟友的必追随。 在叙利亚战争中,以色列也可以说给美国贡献看来很多的力量,也因此得罪俄罗斯。 在以色列袭击叙利亚是造成了俄罗斯的战机被击落。 此后,俄罗斯与以色列的梁子就算彻底接下了,俄罗斯为了对以色列进行反击,同时也是避免以色列等过再次袭击叙利亚。 俄罗斯就在叙利亚部署了三个营的S-300导弹防控系统,大大提高了叙利亚的防空能力。 对此,为了寻找能与S-300导弹对抗的武器以色列,还出动了多架战机试探S-300的威力。 或许是因为S-300导弹不屑于以色列的战机,因此并没有对以色列的战机出手。 对此,以色列还沾沾自喜,叫嚣俄罗斯表示其导弹不行。 近来,俄罗斯部署在叙利亚的S-300导弹防控系统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以色列这次损失大了。根据俄罗斯卫星通信社大马士革11月30日的消息, 叙利亚安全机构的消息人士表示,当地时间11月29日在大马士革以南基斯瓦居民点, 大批导弹腾空而起。之后,以色列的战机纷纷坠落。 对此叙利亚安全机构的消息人士表示,这是自俄罗斯向叙利亚部署S-300导弹防空系统后, 叙利亚部队的第一次使用。看来,俄罗斯的S-300威力还是很大的。 之前以色列的军机试探无果,很显然是S-300不想出手。 这次一出手,以色列就措手不及了。 对此美国五角大楼表示,之前对S-300的疑虑完全没有了。 看来这次S-300导弹中显神威,在阿根廷G-20峰会结束后, 美国很可能以俄乌克式海峡冲突为名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据环球网12月1日引述路透社的报道,参加G-20峰会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宣布, 鉴于俄罗斯在亚素海针对乌克兰军舰使用武力的完全不可接受的行为, 欧盟将在12月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很多观众都有疑问,为何这几年光是看到美国任意制裁凌辱俄罗斯, 却没有见到俄罗斯反制裁美国。 其实,俄罗斯做梦都想制裁美国,可惜实力不济。 俄罗斯作为回应也对部分美国和欧盟采取了一些反制裁措施, 但最终效果一般般,从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以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 以及俄罗斯卷入乌克兰东部冲突,干涉美国大选等指控, 对俄罗斯实现了多轮严厉的经济制裁, 包括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向俄方实体提供贷款, 全面禁止美国对俄出口等, 已经对俄罗斯经济造成巨大负面影响。 普京曾公开表示,西方国家2014年以来对俄罗斯经济制裁, 使俄罗斯损失了数千亿亿美元, 并导致传统产品收入巨减, 包括石油、天然气、钢铁、化工等。 这美国也表示若俄方不配合美方相关要求, 美国还将进行更严厉的制裁。 有人认为,俄罗斯反制美欧制裁的有力武器是天然气, 因为俄罗斯掌握着欧洲三分之一的天然气供应, 一旦拧紧阀门,欧洲的冬天将被银寒笼罩。 然而俄罗斯并没有这样做, 缩紧天然气供应会让本来很紧张的俄罗斯财政收入更加捉襟走见。 此外,英国等西方国家还握有20%的俄天然气股份公司的股权, 这些相互的经济关系,制裁起来会两败俱伤。 俄罗斯在美国刚刚宣布对俄制裁时, 曾声称将对美国实施猛业的经济报复。 报复措施包括禁止进口美国烟草、酒精、药品、农产品, 禁止使用美国软件和高端电子产品, 禁止美国企业参与俄罗斯企业的私有化, 禁止部分美国公民入境等等。 有人认为,既然美国制裁俄罗斯措施一出, 就能让卢布暴跌, 那么俄罗斯的这些报复措施出台, 估计也能让美国伤心动骨一百天。 然而,看看力量对比就知道, 2017年,俄罗斯和美国双边贸易总额竟然高达200亿美元, 这一年的中俄贸易总额是840亿美元, 这一年的中美贸易总额很可怜, 只有区区的6359亿美元。 以俄罗斯跟中国广东差不多的经济体量, 实施的对外反制裁报复措施, 对美国差不多算是挠痒痒, 俄罗斯对美欧反制裁, 只在一个领域奏效了。 2014年,作为反西方制裁的重要措施, 俄罗斯决定禁止或限制从部分西方国家进口农产品, 并在本国农业领域大力推行进口替代的政策, 扶持发展一批非原料企业, 这一政策立竿见影,俄罗斯的粮食产量得到突破, 在2014年生产粮食近9000万吨, 到2017年达到创纪录的1,34亿吨, 出口达到4700万吨。 俗话说手里有良心不慌, 俄罗斯巨大的粮食产量, 使得俄罗斯面对西方制裁时, 有足够的底气。 不过,由于美国的农业异常发达, 俄罗斯的农产品禁运措施并没有对美国农业造成所达损害, 美国对俄出口只有一个单向全军覆没, 那就是美国大鸡腿。 在2014年以前, 俄罗斯每年从美国进口价值4亿美元的冻鸡肉。 几十年来, 美国大鸡腿也深受俄罗斯人民喜爱, 是不可缺少的主持。 俄罗斯在最困难90年代, 每年能从美国和欧盟获得数亿美元的无偿食品援助, 最多的时候竟然占到进口食品的10%, 其中美国大鸡腿的份额极大。 可以不夸张地说, 是美国的大鸡腿养活了困难时期的俄国人。 现在, 这些美国大鸡腿已经在俄罗斯市场上绝迹了。 这几年来, 中国的发展速度有多快这一点各国有目共睹, 在快速进步的同时中国也渐渐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肯定。 如今的中国无论是在脑翼领域, 实力都是不可小觑的。 而中国也成功跻身进世界强国之列, 成为各国眼中当之无愧的军事强国。 即便是美国, 如今也无法忽视中国的发展。 而中国的快速进步同时也给很多国家都带来了无法忽视的压力。 尤其在五代战机以及国产航母问世以后, 在国际上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更使得各国对我国刮目相看。 如今中国不仅可以完全自主研制航母, 而且还成为了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航母大国。 如今随着中国在航母领域的技术越来越成熟, 中国航母的发展也正在稳步提升。 在双航母同时开舰的同时, 中国还同时对辽宁建计, 在双航母那里有很少的南海下人期间, 在双航母中得很大, 。